這歌詞退伍弟兄們聽來是否心有七七煙 當兵的日子除了數饅頭 掃地打草刷油漆出公差 什麼雜事沒做過 他比較有價值 有人覺得一起打草耗點時間也不錯 不過未來是可以免了嗎 畢竟探開國防部生活驅靈綠化維護預算 108年空軍編了970萬後 109年陸軍更編了4000萬 空軍1000多萬 明年111年空軍陸軍加起來更多達8266萬元 年年飆升 說我們缺錢看起來顯然是假的 如果照這樣子編列方式 我們10年就要花超過10億的經費 可能來作為除草的職用 但有軍官私下表示 會花錢請外包廠商整理環境 是想讓官兵把時間花在專業上 浪費兵力在打草的時間上 就會變成以後大家退伍 我只有掃地而已 因為我其他時間根本沒有 沒有能力去做別的 光掃地就要很久 就拿空軍基地來說 戰地廣 草皮多 基堡上也都會有植被 除了煤官外 最重要的目的是有俯瞰偽裝效果 若要請阿兵哥來 可能得花上一整天的時間 但一年要砸8000多萬美化環境 跟總統之前曾說的 有一些地方國際很齊心的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國際裝備做過多少 才是我最壞心的事 似乎兩箱矛盾 TVBS新聞程序 莊開於台北常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